各位观众好 我们历史明镜节目又开始了 这一次呢我们是请来一位嘉宾呢 是现在在美国的华人作家苏伟 他也是耶鲁大学东亚系的 是东亚学院还是东亚系 他的高级讲师 东亚系是吧 高级讲师 关于苏伟呢 其实我早在40年前就知道他 因为他是1974年就开始发表作品 后来的话呢 我们在上大学之后 苏伟也上大学 他是中山大学 上大学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缘吧 因为当时我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明镜节目中间呢 曾经请张华先生来做了一次 关于这一代 就是十三校的跨校康五 这个这一代 其中呢苏伟就是他们中山大学的 学生社团的领袖 也是参加这一代的创刊的 后来的话呢 苏伟先生呢 他是到了美国留学 获得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这个文学硕士 然后回到中国 海归 当时想的就是海归了嘛 没想到呢 过了两三年 又在1989年 他是也是当时 1989年我们都知道那场政治风波了 那场风波中间的话呢 就把苏伟呢 就一下子就又 又来到了海外 现在的话呢 他是耶鲁大学 已经任教多长年了 二十年 二十年了 二十年 对 这个苏伟先生你好啊 我下面就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啊 你在文革当中啊 是受了很多苦 你和你的家人 受过很多罪 甚至可以说是受尽了罪 那比一般人的这个 在文革中间说受冲击啊 那个受的罪还要多得多 这是为什么呢 你当时是为什么 你们家人是干了什么 让在这文革中间 受到那么厉害的冲击 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观众啊 讲一讲 当然首先 我父亲 我父亲是广东的 用现在的语言叫民主人士 我父亲是民盟广东的秘书长 和省政协的常务副秘书长 然后呢 他这样的经历自然 其实他就坦白的说 他就是跟了共产党几十年 但是呢 也就是因为跟共产党几十年 党经常派他到国民党这个地方 抗战的时候 跟国民党的一个师 当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师长的一个秘书 私人秘书 抗战后 就是 他其实广州和平解放的功臣 我父亲 就我父亲是策法 当时广州的八十六军的军长 就国民党的八十六军军长 就当年他的 他的抗战时候的那个师长 所以 后来 解放后 我父亲五三年就被关进监狱一次 是一个大冤案 那是刘少奇 周恩来亲自过问的 因为南方局都被牵进去了 共产党南方局 所以我在我出生 我是五三年出生的 我出生那年 我父亲就在监狱里 然后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说 已经各种各样封严 那时候我父亲还没被抓 我们就已经封严 又说我父亲 有血债了 又说我父亲可能是在现在国民党里 还有职位了等等等等 结果六八年 六八年 我父亲就被抓到警师 就等于是我父亲当时已经躲到一个 一个乡下去 避风了 有点 在乡下被带走了 然后呢 随后 因为他躲到我大伯父那里 我大伯父随后就被 激豆给打死了 我大伯父 然后 然后我的 我的 我的二哥 因为文化革命是广东 工人造反 派的一个头头 然后随后就被抓起来 又又说 我父亲是他的 他的 黑手 然后 我二哥也是被关进死了 我爸我的父亲也被关进死了 广东当年有个叫特一号案件 又怀疑我父亲是特一号案件的 的人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小册子骂毛泽东的那个人文采飞然 然后因为就是认为是一个像我父亲这样有学问才能做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父亲就说他是什么军统特务 又说他在国民党现在还是什么中将 什么这个那的 然后当时广州东山 关于我父亲的大标语都贴出来了 就东山 我家附近 然后呢 我们家就来来回回被抄了好几次 我家是大兄弟姐妹有八个 然后除了我妹妹以外 我大哥当年在东北 然后回来要要他回东北单位 他倒是在老亲 我大哥是老亲华的 他离开广州最后一句话上火车以前我送他 他说他就用了中国的传统观念说 我当时15岁 说你你是个儿子 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就应该把这事担起来 所以呢 我那时候开始就开始 护着我的祖母和我的妹妹 然后应付抄家 送牢饭去牛棚看我的姐姐 到单位机关单位去 因为都停了 停发我父母亲的工资 我们家里一分钱都接不开锅了 我去炒药生活费 然后甚至要到街上的街道工厂 去想打点小工 挣点钱 到1968年底 我当时老初一 但我是上学早 我是15岁那时候 68年我15 我可以不走 可以不下乡的 但是我在广州实在是 这个家庭的重担 我已经承受不了了 我就想离开家 就想离开家远远 所以我就 我就报名下乡 就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我已经陪着我剪了头发的小姐姐 游街 而且各种各样的羞辱我的事情都见过了 广东话有一句话是最恶毒的一句话叫 普通话说叫何家产 广东话叫何家产 意思就是说全家遭血货 我们当时的邻居就会悄悄的跟别人说说 这家人被何家产 就 他遭血 所以我下乡的时候 是我们那个生产队的知青里面 我们当时到海南的冰团 我是全最68个知青里 年纪最小 又是出生最黑的 当时 一般出生黑的叫黑漆类 我当时马上就被队里面说 我是杀官管子弟 杀官管就是家里有被杀 又被官被管制的人 孩子就叫杀官管 我当时就被我带套上这个帽子 这是套在我头上 对 这个我是看到 我是看到网上的消息 就是说4月1号 你在这个纽约的法拉圣演讲的时候 就讲到你这个文革中的遭遇的话 台下很多人 在场的很多人 包括有很多 本来也是宝金风霜 知道很多 这个 这个 劫难的这些人 他们都流下了眼泪 这个今天 你讲 有时候我都不愿意提起这一段 包括文革后 我父亲 从监狱放出来都认不得我 因为我那时候 一开的时候 我才是个孩子 他见到我 都问你是谁 所以 所以后来我父亲 文革后 都不愿意让我们谈起文革这一段 就是他也不愿意谈起 家里人日常在我父母亲面前都不谈起 那时候真是 我妹妹后来就等于流落街头了 就是我后来丑了 我的祖父也 我的祖母也被我的堂哥带走了 我妹妹十一二岁 就一个人 当然家里边还是可以住在家里 但是没有人管他了 他就等于流落 就有两三年他都是流落一个个人过的 这个下乡当了知青 虽然离开了离开了家庭 但是当知青 你在农村当知青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一共当了十年 这个十年我想也吃了很多苦 应该可以说分了两段 一个是真正的连对干体力活的一段 另外一段的客观上说 就是我用笔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就因为写作 后来把我往上吊上去 当当笔杆过来在当时 就随着报导组 就是那段呢 就是稍微没有那么累了 后半段没有那么累了 但是因为海南呢 在当时可以说是荒野之地 盲荒之地 所以整个条件还是相当差的 很差很差 因为我去的地方就是 当年我这个人姓苏 那是我老本家苏东坡流放的地方 就是丹州 我去的就是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蛮荒之地 因为那个地方并不靠海 其实是海南岛的内陆 都是我们一年到头能吃上两次肉就了不得了 这个就是因为我是听说你在海南当知青当了十年 像我在农村待了不到三年 当然也是那些苦 但是跟你们的就没法比了 另外的话呢 你写这个三部曲 尤其是写最后这一部磨坊的故事 据说也是用了十年 对 那么那么这个这么长时间 你当知青那么长时间 然后写这个书那么长时间 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持久的这个创作冲动 就是要把那一段历史要好好地记录下来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是的 这个说来说来就是说来话长 我这个三部曲 其实第一部写的是米调 当时是个中篇 那是93年1993年写的 有一句话说 那个 就是希特勒 那个 现在脑子 我今天脑子不好用 就是做 就那个 那个集中营叫什么 有一句话说 奥斯维辛集中营 对对 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后 就奥斯维辛以后没有诗 有一句 这个有一个责任 西方的一个责任说的 这是我真实的体会 天安门事件后 有两三年 我完全进入不了文学的状态 我自己是个写作的人 也从十七岁开始发表作品 也写了十几二十年 到那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 拿几笔来写不了 就天安门事件以后 整个人脑子都是僵的 只能发点政治议论 还行 写文学东西不行 这米当时我的名字 还有点所谓的敏感 所以我当时的米调 和后来的米谷 都是用阿昌的笔名发表的 我当时就想 已经拿几笔来写过 所以可以说 那个米调是我的势笔之作 但是从我自己写 这三个小说 从一开始 我就是在想 文革已经很多人写过了 我要写的话 我就要写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文革 对 就是不同的角度 所以 这样从93年 大概那个 那个其实写的很短 9394年 写完了 就是 那是个中篇 我就那个写完了 以后 写完了以后 意犹未尽 我又9596年 又开始 米谷大概 头尾也写了67年 米谷 然后是到了耶鲁教书以后 97年以后才写完 98年写完 然后写完 米谷是在海外的世界日报连载过 米谷是在台湾1999年出了一个单行本 然后2004年 我大概我的名字和 我重新可以在国内发表东西 应该是2000年以后 我大概发表 南方周末给我开专栏 应该都没问题了 所以我大概2004年 在南京中山 把这两个中长篇发表出来 他们发表出来 不错的反响 那个米谷是2004年 全国最佳小说排行榜 就入围的 大概一共有12个 说入围 然后这个 米谷 对不起 苏伟 苏伟 对不起 现在的声音不太好 你能不能就是这个 声音刚才就是断断续续 可能我们的观众 可能都听得不太清楚 我先简单把你刚才说的重复一下 然后你待会儿 你是不是再声音稍微大一点 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说第一步呢是叫米调 我们我们的屏幕上啊是已经有这个有这个封面了 然后第二步呢叫米谷 就米是迷茫的米 三谷的谷 三谷的谷 对 现在声音呢就是 也请各位观众能够体调吧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声音的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请这个苏伟先生呢 您就稍微声音稍微大一点 就像您在对着这个大教 大教师 请接着讲 对不起 打转你 没有 那所以呢 我就2004年发表了 对 然后那个米谷是200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所以呢 2004年以后我就开始想写第三部 就是模仿的故事 我自己写小说的习惯呢 一般我其实没有没有提纲 也没有什么 但有一个意念 但其实整个的曲线上 我都是 我自己把它称作后文革三部曲 后文革三部曲 后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是跟以前的文革小说 拉开距离 这个拉开距离的地方 就是主要就是 角度不一样 比如说米谷其实写了一个 在大西北大沙漠上碰到的一个文革的风云人物 然后从此追溯他的一生 他在北京是北京当年的风云人物 北京的大事件卷入 然后后来又跑到山里去想打游击 结果后来被全国通缉 又跑到云南 从云南出境缅甸 就去参加世界革命 就从缅甸回到了 最后有一个高僧的点拨 又回到了大沙漠上 最后 那个有点像个迷幻的预言故事一样 我其实写一个可以说用一个文学批评的语言说是一个断片化的宏大叙事 就是一种断片一断一断的 但是是很宏大的 所以因为写阿漠 那个整个是一个 当然其实那里边是一个对于我是我自己思考人类命运的一个预言 就是就人类在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理念崩溃了以后 人类还能怎么走 其实这是我自己天安门事件以后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借着里边的所谓的西夏之谜的破译来遇这个事件 当然这里面具体的故事我就不强说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 所以别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角度很奇特 没有人这么写过文革 因为这是一个 而且不要很多 就是异国情调异域色彩 就那个色彩很丰富的一个小说 所以这是一个 现在成书的是一个小长篇 当时发表的是大中篇 最后大概十几万次是吧 也十几万次 然后米谷呢 米谷当然回到了我的海南生活经验 米谷其实这个故事说起来很简单 我曾经说过我自己写作 中国作家里我受的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 早期中国作家里我受的创业史的柳青影响比较大 晚期我受沈从文的影响 就上大学以后读了沈从文的东西以后 我在中国作家里影响我 当然鲁迅都我们都被鲁迅影响 所以无可避免 但是真正很个人化的影响对于我 落在我身上是沈从文 所以我在来美国以前已经出版 发表过第一个长篇 叫《渡口又一个早晨》 是在花城82年的时候发的 那个里面是直接模仿的 沈从文的那个相形散记的那种写法来写 越西散记就等于是 但是后来我米谷和米调 对我都是沈从文的那个理念 沈从文都是从一滴水来看大时代 他把大时代推到背景后面 然后把前景的人和人性突出到很高的地 就这种沈从文的路是我写 米调和米调的思路 其实包括末章的故事 然后所以米谷呢 我写的是一个知青放牛娃 因为他接了一个奇怪的鬼婚 就捡了一个红纸条 就把他说他接了鬼婚 嫁给了一个英妇媳妇 全队的知青 大家都在取笑他 他就懒得一群牛 为了越冬 进了深山越冬 那群牛在冬天 结果就在深山老林里 遇到了一户 刘善户 这个刘善户是一个女人 几个男人这么一个构造 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 就是我自己当年放过牛 然后也在山里远远地看过 有这么一个刘善户 这是我本来的生活经验的基础 但从我的小说 米谷来说 我其实也是用它 别人开玩笑 有些搞哲学的朋友 开玩笑说 你这个人怎么一进入小说 思考的都是一些哲学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一个哲学的思考 就是我就说 文化革命已经把人性推到了极端 我在那个米谷写了 山外和山里两个世界 是这两个世界对 山里这个世界好像很奇贵 很奇怪的一个世界 一个女人三个男人 然后她又当了一个音符女婿 进了深山 好像那个是另外一个 像地狱一样的世界 其实那个世界才有一些真实的人生 自然的人生和最真实的人生的反应 所以我那里写了很多信 写了石色信也 写了石色的意义 性的意义 也写了很多不同的信在那里面 因为有一个女人 几个男人的信 有异性恋的 甚至有男性恋的信 在山里 所以这也是当年我自己 可以说比较大胆的一个小说 同时呢 虽然有那么多信 我当时给自己的立的目标 说我要把信写得很美 健康 所以现在读我那个小说的人 都会这么说 其实包括那个后来的评论家李博 他们都说 可能是这些年写信写的最 那时候有个评论家 现在很有名叫毛坚 他最早评我的小说的时候 他是一个博士生 他是在香港读书的时候 读我的小说 他对名价就说 好像他这个小说 几乎包含了一切性的可能性 但是他又是小说类型的可能性 就是说 冬天长篇的写法都揉在里面 我自己到现在为止 还基本认为 米古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小说 写起来比较顺 大概是因为跟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比较贴近的人 这个是在哪里出版的呢 米古是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他们也给 他们的推荐语 就是他们的封底的语言 用了一些下人的词 说什么震撼当代文学的神体之类的 很奇特的话 所以当然他们是当个他们的一个经典系列 放在他们的经典文库里 放在他们的经典文库里 所以米古和米调出来了以后呢 评论界的反应还是不错的 所以出版社 就是那个中山编辑部和那个当代文学评论 共同约了我和米调做了一个很长篇的谈 当时还在文学界有过一些反应 因为见那个米谈 米调呢 谈了一些尖锐的对当前文学的批评问题 当然米调对我那两个小说 他的基本评价 他对当时的文学的批评 就是说文学 当今的文学 那个时候是90年代末和20年代 就2000年初 他说当今中国文学的最大问题 就是想象力的苍白 他觉得我这两个小说 最优的地方是充满了奇幻的想象力 就是想象力的错 是我们的两个小说 所以到我写第三个 想写2004年开笔要写末反的时候 我就给了自己的要求 一方面我的角度还是特别 所谓的后文革小说 我还是找一个别人写过的角度 但是我又想找一个很常见的题材和很正面的写法 去剖析 我想正面去写文革 给文革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小的事件 小的人群把他文革那种荒诞性 那种荒谬的内在逻辑写出来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文革宣传队的故事 这个 默认的故事是写文革宣传队的 跳芭蕾舞啊 里边有很多舞蹈的故事 写的很多舞蹈 写的当年的 那里边的 那个故事说起来也很简单 也是熟悉文革的 很熟悉的 文革宣传队有一句口号 叫 演革命 这个听不清 听不清 刚才 刚才说的几句话没听 当时有一句口号叫什么 演革命戏 做革命人 听到吗 演革命戏 现在能听到 但是声音不是很清楚 演革命戏做革命人 听到了吗 现在听到了 对 听到了 演革命戏 在我看来文革 整体上 我说我 切入这个小说的 特别的角度 我是从革命和审美关系 或者革命就是 艺术的关系 和艺术的关系切入 因为卡斯特罗讲过一句话说 革命就是艺术 然后列宁也有句话说 革命是盛大的节日 在我借用这个 宣传队的故事和这个 这个故事最后的就演变为 演革命人 做革命戏 这个一颠倒后 就整个革命变成一场演戏 这个演戏 怎么样最后把我们的 正常的人性最后扭曲成 荒诞的悲剧 大概是 然后当然是从最简单的 人的互相的 性的嫉妒 一种性别和同性的嫉妒 引出来的政治 这个政治最后扭曲为一种 道德化的诉求 最后就重招的正义 最后怎么样 这个过程 我在那里花了很多力气去写 批斗会 写舞台表演 都是很写实的一个小说 所以写的那么难 和写了那么长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写实的 要考你的写实功力 如果你不在写实上 让读者觉得是失真的 那你就失败了这个小说 所以这个小说 虽然写了一个小地方的小故事 但是其实写了三十多万字 是我三部小说里最长的 写了三十多万字 三十多万字 三十三万字 这个我要刹断你一下 这个因为好像写文革中的宣传队 文革中的文艺宣传队 看来我们很多 至少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叫胡发云 我想你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 胡发云他 我没有看完 我叫弥冬嘛 对他弥冬 他就是写了一个 一个文艺宣传队怎么组成 当然他那个故事 他好像也是打算写 至少是 至少是不是一本 也许是三部曲 好像也是说了三部曲 但是他这个是第一本 我看了中也很厚 也有三十几万字 也有三十几万字 但我没看完 坦白的说 我没看完 我的写法跟他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我借来看的时候 我已经写完了 我写完了我的过访的故事 因为他就出版了 我手边的朋友有 我借来看了一下 当然我不愿意去评别人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至少是两部完全不一样的小说 而且也是写不同时期的 他基本上写文革初期 一直到六七年了 我其实写的是七四年七三年的 批林批孔 我写的是不同阶段的故事 这个刚才啊 刚才你说到 就是像 即使是像尼古这样的 已经甚至是有这个 关于性方面是个百科全书了 无所不包了 但是这样的书的话呢 作家出版社也出版了 而且在国内的话呢 李托和您还举行了座谈会 对谈 而且还有很多评论 就说还是相当顺利吧 但是呢 我是听说你这个第三部 这个末房的故事 他反而倒是在中国大陆不能出版 这个是什么道理 是这个书里边 你刚才谈到 他写的就是 就是一个文艺宣传队 当然中间也写的 也有信 信和革命 尤其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很深刻了 就是做革命人 演革命戏 把那两句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 马上这个意思 这两句话的意思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更深刻的揭示了 当时做革命人 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导致了这本书 在中国大陆出版受阻呢 两方面吧 大的方面是整个大环境 去年是文革50周年 后来我听说 按道理出版社毁约 其实我都可以 给他们走法律程序 他们要赔偿我 我要去诉他们的 这是哪家出版社 我就不要说了 我就不要点名 好好明白 但是呢 编辑跟我解释说 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 去年全国各家出版社 都接到这个指令 就是因为文革50周年 一律不准出文革体裁的书 这是一个大的环境 大的条件 所以他们只好毁约 另外一个呢 是具体的审稿 编辑的顶头上史诗 翻了一下我这个书 好像发了几句议论 说这个书还挺 意思说挺尖锐的 就还提的问题 骨子里 当然我提的问题 是很尖锐的 但表面是一个唱唱跳跳 青春言情 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故事 可以怎么说 这个我还是 您刚才这样解释 但是我还是没完全弄懂 因为你要说是文革50年 那文革50年 就是不要赶在这个风头上 那过了这个风头 比如说 这个过了50年 到第51年的时候 到今年 那应该就是稍微放宽一点吧 这是我的第一点考虑 第二点考虑呢 中国大陆出版社 现在也有上千家 是东方不亮 西方亮 这一家碰到这么一个审稿的人 我是准备的 我是准备这样的 我是准备 因为今年 今明年可能还是很紧 我准备 反正我自己海外出 这个等于当一个出稿 也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会再把它再整一下 然后将来在国内 我一定要在国内出个国内的版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甚至都考虑 在台湾出 原因就在于我想出一个国内的版 这个在 现在出的是哪一家 在美国是哪一家出版公司呢 美国是南方出版社 这家出版社 大家知道它不多 但是是别的海外的作家介绍给我的 说他们比较正规 他们确实 他们是那种有正式书号 也在国会图书馆 有国会图书馆那个书号系列的 所以 而且出书的过程也比较 比较顺畅嘛 就是 而且它基本上也不是那种 自己掏钱出书的那种模式 它就是 它接受了你 它就帮你出了以后 由他们卖书来 来cover这个费用 所以整体上 我这么合作还是顺 这个我想问一下 对 现在您的声音又有一点听不见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就是时段时序 尤其是您声音比较低的时候 它就甚至有时候可能出不来声音 我想问一下 那是去年年底出的 还是今年年初 什么时间出的 今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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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吧 对 因为在海外 我们都知道 在海外出这个中文书 现在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不好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现在一般的人的话 得到信息的手段 已经极其多样化了 这个各种视听 是吧 我们的这个各种移动媒体 他们往往就不太愿意花钱去买书 因为网上又有那么多的这个书 那么多的资料 所以很多人的话呢 他就不留出来买书的这个预算 这个我想出版社 他应该也还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仍然把您这个书坚持出版了 说明他们还是认为这个书确实有出版价值 即使是他们要赔钱 他们也愿意来支持这个事业 我这个对这点我是表示很钦佩 很不简单了 我觉得不错 他们做的不错 虽然书现在还有些错别字啊什么呢 一直说到是没有国内的输出的漂亮 但我也觉得他们还做的不错 真的 这个刚才你讲这个末房的故事 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活原型呢 你当时在73年74年的时候 是不是参加过这一类的 这个文艺宣传队啊 之类的 文艺宣传队应该说是很熟悉的 但是呢 很多朋友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说 你是不是就是宣传队的 你是不是就会跳舞啊 其实我都不是 而那里边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虚构的 然后呢 这个虚构当然也跟我自己 因为我当年是施暴导主 我们兵团 然后我后来也调到了 我跟那些宣传队的人很熟悉 当年我 我当年年轻的时候 别人老说我像那个 那个白毛女里边的大春 然后我们施宣传队的那个头 还一直说要我去 拉我去跳大春 所以那个书里边有一段话 有一个人物有点 我自己的影子 是就那里边那个报导员叫小猪 我那句话大概是我当时说的 说叫我叫他跳大春 我不如去跳大神吧 跳大神吧 大概就是我当时说的话 我就不肯去去宣传队 但是我跟宣传队的人 应该说是很熟悉的 那些生活我是很熟悉的 但整个部署是虚构的 这个通过这写这三本书 你对这个文革 现在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反思回响和这个探索 因为这个三部曲 您刚才也谈到了 他都是想以小见大 从一滴水也好 或者说一个碎片化 或者说最后呢 是最后是通过这一个小侧面 一个小的事件 一个小地方的小的事件 来反映这个大时代 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是沈从文的 他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对这个小 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你讲了 对这个大 你想反映这个文革的大 是哪方面呢 是一个对文革的本质 是有什么样的理解 比如说 其实文革最后要追根 要追到人性上 所以在理调 有一个有一个关键词叫 人的根性出了问题 所以当年那个高僧 点拨理调的话说 高僧他信佛教 高僧都说不是信佛教 和信佛教的问题 现在是人的根性都出了问题 你要从这人的根性上 找原因 这是我的理调的问题 理调里面有一些很悬的 哲学思考是关于 沙漠死亡 最后这几个 我们又没有听清楚 就是沙漠后面 沙漠死亡 因为泥布泊是死亡之海 沙漠就是死亡之海 沙漠就人在绝境下 会怎么思考人生 就是人在绝境里边 我有很多关于时间的思考 关于死亡的思考 时间和死亡 对于人类今天有什么意义 包括那个所谓的西夏之谜 当然那个米调的写作是很神秘的 我到现在其实都没去过大西北 米调是完全平空 写了一个大西北的故事 但是看过那个小说的人都觉得 我是大西北 混出来的 然后用我自己开玩笑的话 我说大概我的前世吧 那是我的前世的故事 因为米调里面写了很多大西北 写了很多我的预言的那个西夏 古国的冻土下面还压着一个更广大的古国 这么一个预言性的一个故事的 今天的语言叫梗 这么一个梗 很奇怪就是我一边写 写这个米调 要做案头工作 要去做工作 看了很多考古学的东西 好像考古学跟我的小说在同步进行 我的小说往前行 考古学好像在印证我的小说的那个预言 但我那小说是那种预言式的写法 不是那个预见未来 那个预言 是那个童话预言 那个预言 其实我本来是个预言式的写法 结果后来的考古学 不断地在印证我那里面的 我的虚构的梦想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写作经验 到了我写米谷的时候 很奇怪 米谷完全没有任何预案 米谷是有了一个意见 下笔写 就往前走 人物出现了以后 按照它内在逻辑走 米谷是一个超现实 一边是写实的框架 写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 但是很真实很有机 所以很多人 因为里面的那个南枝经叫路北平 它涉及到了这种 叫什么路 路什么 叫什么路 路北平 走路的路 北平就是北京的北平 路北平 很多朋友都以为 你是不是写的你自己 我说我当年是个乖乖牌 我说我哪里敢 涉及这么多信 我说那其实都是稀过的 但是呢 这个米谷的故事就很奇怪 因为我写的是海南岛的 我身边很多朋友 看到他们很多很熟悉的 甚至人民 我都用了一些我熟悉朋友 的人民套了进去 但场景也是他们熟悉的 但故事他们完全觉得 我是异想天开出来的 确实 因为我只是凭着 那么一点点想象 生发出来的故事 但里面应该说是 色彩纷纭 然后人物也是特别 有血有肉的人 这么说 在这点我倒比较有自信 我这几个小说里边的人物 包括默访 默访里的人物 都是以人物取胜 几乎每一个人物 都是很有个性 看了就不会忘了 就基本 这也大家一般的 我对 坦白的说 我写的最辛苦的是 默访故事 因为他正面写文革 要正面写 写实的正面 其实从来都是最难写 但是我又想 我就要给后世人 留下一个文革的 一个案子 就是这个 一个具体的 一个英文说的case 这个case 未来是可以当作 一个活的 先活的 历史的公案 来处理 就是我是 迎的这么一点信念 说我叫正面 让后代人看 文革 怎么发生 在这些好男好女 漂亮男女 面前 为什么最后 会发生到 变成一个 这么惨烈的悲剧 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我就 就从这里面去写 所以 里面写的人物 应该说 好多个东西很典型 这个最后这句话 就是像写出 他这个残酷的 内在逻辑 这个能不能 这个逻辑 你得到了没有 你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能不能跟我们 跟我们的观众 最简单的话 这个内在的 残酷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是人性 人性的 还是回到人性 这个概念 还是回到人性 因为这种有趣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 因为讲普及样板戏 那些宣传队的人 都互相以 自己演的角色 互相称呼 比演红长青的 就红 我里面的男女独角 一个是红长青 一个是吴清华 一个是 咖雷舞的 然后呢 他们在角色和角色外的角色 都不要演革命戏 做革命人吗 慢慢慢慢就混搅了 演阿庆嫂 演刁德伊的 演黄世仁的 都以他的戏名 他们的艺名相称 在日常生活里 慢慢慢慢 这种角色就 就就就混搅了 就闹出很荒诞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 红长青到须集上去 打翻了一个 老乡的豆腐蛋 那他就慌了 怎么办呢 然后那个旁边的老乡 就争论起来了 他红长青是革命先烈 革命先烈 怎么能要革命先烈 陪豆腐呢 陪豆腐前这是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红长青是共产党员 怎么能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呢 他自己就在旁边 尴尬得不得了 他就仅是红长青 还是官兵 他自己也混搅 回来他跟领导 汇报思想说 他觉得他自己应该 从此要做一个红长青 就这种 角色和革命 和不革命之间的混搅 本来是在 这演戏的年轻人里 很常见的一个 那个年代的 从这些很微小的东西 生发出他这种 偶像荒诞的 内在逻辑 这个地方呢 我给我们今天的观众 赌充说明一下 刚才这个苏伟先生呢 他谈到了红长青 谈到了这个吴清华 是吧 另外还谈了其他几个人物 这个红长青和吴清华 都是文革期间 江青主持搞的 革命样板戏 八个革命样板戏中间的 其中有一部 有一个样板戏呢 就是革命现代武剧 这个红色两子军 他写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 是吧 内带的这个 这个红军 红军的这个中间的 一个两子军 一个一个两子军连队 故事 红长青是其中的党代表 最后是英勇牺牲了 吴清华是中的这个 这个一个女主角 这个戏的女主角 他是继承了红长青的遗志 因为我们现在 今天的观众啊 我们我到现在最近 才深切的理解到 就是现在的观众 很多人对当时 我们所非常熟悉的那些 都不太熟悉了 甚至是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所以我就给您做这点补充 这也是我写这个小说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既然有把它留给后世 可以作为一个公案 留给后世的这么一个念头 我就希望未来的读者 是可以通过这个来看这个小 来看文革的 让他们了解 那里面的这些戏剧人物 这么隔膜怎么办呢 当然其实从写作的角度 我觉得人性是永恒的 任何小说 他最后的落点搞在人性上 人性都是相通 所以我这个小说 最早的审稿人 帮我看第一稿的 其实是台湾来的 就纽约的老大姐王渝 王渝跟我 我知道 对见过 王渝跟我看第一稿 他说挺好啊 我也我也为他哭 也为他笑 我不觉得我有理解上的障碍 我就因为这个 我就放心了 因为一定还是写性 对 这个虽然他是没有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 但他能够理解你笔下的 这些人物 就说明他就是从人性 这个角度来 来理解的 就是说以前我们谈到 文革这个悲剧 这个悲剧的原因的时候呢 有人就认为 归结为是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因为他就是一个张横的 一个独裁者 有人后来就归结到 这个是一个制度问题 因为中国这个制度 未能阻挡 反而是助长了 这种这场 这场浩劫 然后又有人的话呢 说呢 不是制度 而是更深层是文化问题 现在 现在你刚才提出了一个 一个解释 就是你挖的这个根子呢 就是最最深的根源 应该是人性 当然今天 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 你还不能 很好地展开啊 这个人性到底是怎么样 导致了这个文革这样的悲剧 我下面有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反正今后我们可能 还有时间 下面我想问你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小说出版之后 还不光这一部了 不是光是第三部 默访的故事 还有前面这个米调和米谷出版之后 这个读者 包括你在法拉盛 或者在国内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 读者 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法拉盛的演讲因为只是现场 法拉盛的演讲确实台上台下都一片泪光 因为我也讲到文革的经历 那个演讲的气氛是很热烈的 但是不等于是我这个小说 就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我反而我自己倒是真的有一种 如履薄冰的那样一种心情 因为小说出了以后 我请耶鲁的一些朋友都看了 最开始我是请了大概五六个朋友 看的第一稿最初出稿 然后听完他们的读件以后 再改了才送到出版社的 然后现在出版以后 应该说普遍的反应很正面 但是呢 很熟悉我的身边的朋友 很熟悉我写作的人 倒是有点 说你又写出一个 跟我以前想象的你写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不一定就是个好的评价 他的意思是说 有一点点不像是你的东西 就有这个感觉 但是呢 没有这些先入为主的概念的朋友 很多特别是 因为我这几年那些岁月干全 很多人唱 所以我很多唱歌的朋友 他们都跟宣传队的经历很有关 他们好几个直接反应都说 写的很像 他们以为我 就是宣传队 然后也写的很动人 就是他们很多人都为他吃了 看完以后 就寝食不安 一两天不舒服的 因为最后是个悲剧 然后 这个故事本身 还有好几个朋友说 他们反复看了两三遍 也有说 他们都很少 有一个书会看两遍 有这样的 网上 有一个就是文革 白猫跳大村的其中一个人 现在在旧金山 他因为最早 看了我这个书以后 他专门写了好几道话 他说 他都不愿意这本书结束 就是这本书 玩的时候 他都不舍得离开这本书 他觉得回到了当年的那个世界 然后 当然 从我的角度 我当然就更关心 我这个正面写 从文学的表现上 是不是能够立得起来的 我现在听到一般的反应 都觉得 当然有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干脆去拍电视剧好了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好看的故事 可以这么说 当然一般的 旁边都有这个问题 头一两章 读者要进入 哪怕我们现在看托尔斯泰 看巴尔扎克 看头两章 都不容易进入 他们都提出说 头两章进入得有点辛苦 但看到第三章 就停不下了 一般都是 反应还正面 比较正面 你自己感觉就是除了 对这个文革的本质 做了一定的探索 在对这个人物塑造 做了一定的探索 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是不是也感到 在艺术上 他每一本小说 你都能有一个 创新的思路 在某一方面的话 确实有 有的 我当然 因为我们毕竟是传统的 写实主义的训练出来的 首先是人物 我每个小说 比如说米调 很多人都说米调 就未来的一个文革的 莱蒙托夫式的人物 就米调就是一个人物 然后那米谷里边 有两三个人物 一个叫阿佩和阿秋 一个叫巴哥 米托就认为 这个是给中国人物画廊 就现代人文学的人物画廊 增添了几个前所未有的人物 我在某房里边 我有这个自信 我相信里边的大老高 那个不择手段 为了达到目的 最后把人整个 先昏地案的那个大老高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文革人物 然后里边的老苗子 一个梨族的 一个里边的插颗 好像是插颗打魂的角色 这个就如果演戏 他是个丑角 但是一个很善良的角 那个是大家一般都认为 写得最好的一个人物 还有一个叫 父老爹是一个 没有文化的党的干部 就指导员 还有里边的男主男女主角 有那个大家都说我把那个跳芭蕾舞的那个女主角写成了像个仙女一样 这个就本来是我的本意 他就是小说里一个仙女 寄托了很强的浪漫和理想的色彩 是的 是的 我的三部小说都有一个有个诗化的背景在后面 就是说都是像诗应该说 都是蛮诗意的 或者说这个是我跟你相通的地方 你是诗人出身 我已经不写诗了 爱诗的人我也不写新诗了 我还写点旧体诗 但是我是一个爱诗的人 所以诗在我的生活里是离不开的 在我的小说里 可以 这段上说 这也是一幅诗化的小说 对 这个声音 您的声音就是刚才有一段很清楚 但是刚才这几句话又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还是听明白了 就是说您还是写着一个是个诗化的小说 对 这个我想问一下 你的三部曲啊 也耗费了你相当长的这个时段 专注于这个文革这个题材 那么下一步 是不是你们眼睛还是继续关注文革 或者说你的是不是还有些其他的题材要开拓 你问到了我一个痛点 其实我这三部小说 坦白的说 我本来是为我自己梦想中的 要写一本史诗性的大文革小说 做热身的 我这个小说构思了二十多年 二三十年 然后呢 我这三部小说是为那个做热身的 但写完这三部 这三部都是小长小景的小说以后 我突然有一种我自己的审美提了 说哎哟文革题材我是不是要搁一搁 就是我有点写了 换一个目光看 对但最早 其实你们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有个海外什么新移民文学 海外留学生文学 其实我是最早写留学生文学 我是第一部留学生文学的小说集 写留学生的生活 我是八年就在北京主买 当时留学还没有成为这么大的风潮的时候 我已经出了我一部短篇小说集 写留学的 所以呢 海外生活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不写你的海外生活 当然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那天在法拉盛 很多观众就说你的经历那么精彩 你为什么不写写自己的个人经历 变成小说 这个也特观上说也在我 我在思考 我有没有必要写 以我自己的人生为主干的家族小说 因为我的家庭 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家庭 后来我想那些可能要归到我的 非虚构 所谓的nonfiction的部分 就我大概将来会写一个很认真的回忆录 写我自己的人生 那个我想那个我会写 那个当然我现在觉得我自己还没有老到 一定要写回忆录的地步 我希望我在我的退休以后 要花几段时间把我自己人生的回忆录写出来 那个会写出我自己人生都很有意思的故事 那是不是也包括您刚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谈刚开始的时候所讲到的 就是您父亲和您家族的那些那些这个悲惨的遭遇 康渴的遭遇吧 还不光是悲惨 其实蛮复杂的 就是比如说我父亲 最近因为我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人员 但是呢 他好像他是三八年的党员 后来又脱了党 但是呢 坦白的说连我都不知道 我父亲很多故事有没有真实的告诉我 就是他因为 我觉得他们搞地下工作的 我到现在都注意到 哪怕对他们的时代都这么远了 我杰出的一些共产党 做地下出身的人 他们都不讲他们真实的 真实的身份 我杰出到一个国内的 在我身边的一个老人 他是国内的身在高位的人 他其实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官 也是一个共产党的 但是他 他直到临死前才承认他是共产党 就是我父亲的经验里边 当然我父亲说他到临死 党组织没有恢复他的党籍 他觉得是他的遗憾 但是我又感觉到我父亲好像一直 其实都在共产党配 好像有一定的地位 坦白的说包括我能回中国 我当年是回去广州奔我妈妈的桑 然后是我最近跟广东的领导打招呼 说要儿子回来 所以我当时是从广东进去没有问题 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从北京进去 可能还不一定行 对 在当时不一定行 在广东他们就没有流浪我在当时 当然后来过了几年 慢慢 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 我自己当然 我对民运 我跟民运的关系很密切 我对天安门事件出来的 我自己 我从来都很公开的 坦白的谈我自己跟这段生活的经验 但是我自己本身又不是一个政治角色 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所以 这其实是和平经常提的话 我从90年代的一篇文章 影响了他 所以我和他很早就离开了这种所谓民运圈 就我们都都在自己喜欢的 有文字工作里面来实现我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自己在耶路教书也好 包括我自己的写作也好 我基本上是按照我自己的喜欢的 我擅长的方面去做 所以这一点来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 我认为政府官方总有人在观察你 觉得你这个人也大概也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我确实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所以我估计我的黑名单的取消跟这些有关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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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许你这个写了这个这个末庞的故事之后又引起他们注意 也说不定 因为是 虽然是历史啊 最近微信里边我写 我写了回刘宾宴的最后时光 我发了出来 在国内点击过万 我随时准备国内要删帖的 诶 虽然没山 没山 我看没山 道路都在传 别人就警告我了 有人连文字都不敢用语音 说你这样你会不会又重新上黑名单 哎呀我说 使猪不怕开水炮 这本来就是人生的一步 我没必要去避讳 对 好 我们 对 我们 对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快到了 这个 我记得那个 这个原来巴西的球王贝利 他说的有一句话 我想你肯定是有印象的 他就说了 问他最 他最满意他哪一球 他说我最满意的是我在下一球 是吧 他踢进了那么多球 但最满意的 他永远是盯着下一球 我想这是一切 有事业心 是吧 对艺术真正热爱 对小说创作真正热爱的这个作家们 恐怕也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个虽然刚才 这个苏伟先生 他是说到他对他写的这么多小说 他有他有自己很满意的 但是我相信他还是认为自己最满意的更满意的还是下一部作品 我们这个 我希望 希望每一部能不能比前一部写的更好 是吧 对 好 所以 开玩笑说 我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是精神上还有发展的空间 所以 希望还在文学上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还有空间自己还可以去开拓 可以这么说 好啊 这个就是就永远对这个生活是吧 永远抱着一个青春的心态 就像我我看到看到这个好像是曾慧燕 谈你这个写你那个平均中间 他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不错 他就说那尽管你受过那么多的苦难 从在在这个文革初期中期 乃至到下乡之后 乃至到八九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呢 永远没有对人性丧失希望 这个话 这个话对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启示 可以这么说 我在法拉盛的时候有一句话 我说 我自己心里边总有一盏灯 总有一个暖在我的心里 确实 这盏灯不会熄灭 确实 好 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苏伟的作品 通过苏伟的讲述 让这盏灯 让在更多的朋友心里闪烁 好 谢谢 那谢谢苏伟先生 谢谢 谢谢我们在屏幕前面的这个电视观众 也谢谢我们这个电视导播 他们在幕后心情的劳动 好 谢谢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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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